一鸣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两种罕见富贵文 首相在中国像术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因此首相比面相、志相 更能精准地看出一个人的运势与性格 掌中有日月 那些看似沟壑纵生的纹路都是有寓意的 通过观察这些纹路 便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中的运势吉凶 是否能大富大贵 今天小酱汁老师来给酱友们介绍两种罕见的富贵掌文 酱友们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 一、路马文 一、什么是路马文 所谓路马文是指 在无名指下方出现的一条特别细袖 深长的六袖文 西方首相中称为太阳线 从无名指根部向下 一直延伸到掌心 甚至到了手掌的底部 这样的掌文被称作路马文 如果此文太短的话 不以路马文论 二、生有路马文的人命运如何 掌中生有六袖文的人 会因为文艺创作 在晚年出名发财 或者是以偏财致富 也主长寿 如果六袖文特别深长 演变为路马文时 主其人大富大贵 一生吃穿不愁 即使是手上的其他掌文 生得不好 事业难有大成 却是一生物质生活充裕 从不用为钱财上的事忧心 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 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 三、路马文再生有支线者 此生运势更急 一、路马文起点处再生出一条支线 延伸到食指根部的话 其人此生运势更急 如果是男性的话 最适合从政 在仕途中发展 青年时期 即能官运横通 步步高升 中年后即可获得显贵之位 大权在握 如果是女性的话 则很可能成为女强人 事业发展顺利 但是在家中也是强势掌权 容易压制自己的男人 婚姻不美 二、路马文有支线延伸到 中指根部 为大腹之格 路马文起点处 再生出一条支线 延伸到中指根部的话 为大腹之相格 主题人在事业上 发展非常顺利 很容易出成就 财运也是特别旺盛 一生钱财不断 三、路马文有支线延伸到 小指根部 越老越有福 路马文起点处 再生出一条支线 延伸到小指根部的话 主题人处事踏实 工作努力 为人不卑不亢 最后必在科技或商业上 有所成就 并且越老越有福 二、元宝文 一、什么是元宝文 在很多人的手掌中间 名堂处 会形成元宝文 或者传行文 这种吉祥的图文 这是由手掌中的 智慧线、生命线、事业线 及其他杂纹组合 形成的元宝图案 二、手掌中有真元宝文的人 命运如何 首相出现了真正的大元宝文 也就是由事业线、财运线 或者杂纹、智慧线和生命线 组成的大元宝文 一定是封闭的 这是首相中的财库符号 是储存钱财的财库 也代表着大财运 有这样掌纹的人 一生不愁钱财 元宝形状越大 则财富越多 当然 还得加上手形端正 得体 长色红润 三线深长 无杂纹干扰 长上无特别不利的手纹 这样才更能将元宝文的财气 激发出来 使命主在事业上得财丰厚 财财不断 财运亨通 房产良田都不缺 假如女性首掌中有元宝文 不只本身财气好 并且还会给老公带来好运 便是咱们常说的 旺夫 旺老公的事业运和财运 她本身机遇掌握得好 容易成为富太太 三 首掌中有假元宝文的人 命运如何 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我掌中的元宝文这么大 现在还是那么穷呢 一般这样的情况有两种原因 一是你将元宝文跟整个首相割离来看了 任何极力的首文要激发作用 都是需要一个前提的 首相根基不错 二是 你手上的元宝文属于假元宝文 一般人只会看形状来判断元宝文 这是不对的 元宝文的判断除了形状之外 构成他的首文才是关键 有的人手上却是有一个类似元宝的梯形纹路 看似元宝文 实际上从构成他的线文来看 却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元宝文 这个假元宝文 是由于命主的智慧线过度下垂 搭上生命线构成的 属于很不吉利的智慧线走向 说明命主运势的流失极快 财质上不到中年就变得糊涂 性格也不可理喻 不讲道理 再加上首相长根纤细 手形不正 运势根基很差 属于不但没有财运 反而是一世贫穷 毫无出头之日的首相 四 元宝文与其他掌文搭配 命运如何 其实在首相命理中 任何吉利的手文符号 都是需要一定的手相根基 才能激发出来好运势的 而且还需要配合 首相中的其他纹路综合来看 这样才能更加准确 比如元宝文与其他不同的掌文搭配 也会有不同的财运特征 搭配好了 命主会有更大的富贵 否则也就一生衣食无忧 才进才出而已 一 元宝文加财路文 首相中生有元宝文 又在手指根部出现财路文的人 一生中财富运会非常好 钱财不缺 财源广进 属于大富贵的格局 财源不断 经常没有钱时 自然会有其他渠道来财 命中正财运非常旺盛 二 元宝文加事业线 这种首相人事业运气非常的旺盛 一生中容易掌握权贵 很多人在事业单位就职 或者公职人员 这类首相的人事业会一番风顺 很少有波折 属于无忧愁 清闲的好首相 三 元宝文加横财文 首相中本身就文理清晰 形成元宝文 一生可谓衣食不缺 至少为小富贵的命格 如果再出现有好的横财文理 那么命中的财源会更大 有望成为大富贵格局 这种首相的人是天生的老板命 四 元宝文加感情线不利 首相中出现有元宝文理的人 如果其他的主干文理不是很好 表示一生中运势没有那么完美 事业财源顺畅 但是感情方面容易有困扰 特别要注意因为感情而破财 特别对于女性来说 容易因感情而影响自身的福气 五 元宝文加首掌漏财 这种首相文路的人 虽然命中会有机会 获取大笔的财富 但生活中总是比较多的开销问题 花钱如流水 即使有个抓牵手 也没有个拒钱等 最终财来财去 比较难有存款 同时为人也比较豪爽大方 是需要学会理财的首相特征 正所谓相不独论 看一个人的首相 不能仅凭一两条文路 就断定此人的命运吉凶 富贵贫贱 需要整体观察 综合分析 才会更准确 更有说服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